过去电缆都以架空线路为主 最常发生的就是动物碰触到裸露配电线路设备造成短路 而虽然生活品质提升 国内从80年代开始陆续进行电缆地下化 要还给城市干净的天际线 电线杆它裸露在外部 那很容易受风灾或是一些天然灾害的影响 人口聪明地区人来人往的 这对于市容的美观还有安全性也会有所影响 所以这才会是促使在大城市 希望赶快加速它的地下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建设地下电缆需要挖缓埋线 成本是架空系统的八倍 而目前全台地下化比例达到44.3% 临近国家日本只有6% 南韩也只有20.5% 相对于日韩来讲比较高的原因 是因为主要是政府的整体的规划策略 地下电缆故障时较难抢修 付电时间也比较长 相较下架空线的修复比较快 缺点是容易受到风灾影响 通常会以郊区为主 而地下电缆主要则是建置在 电力需求比较大的渡汇区 怎么样让它的电网更润性 这是台电要做的 而不是因为到处你说认为 就是把它地下化就好了 不论是地下电缆还是架空线路 都是电力传输到家户最重要的一里路 需要因地置疑 而不变的是检修人员的辛苦 所以主要都是还是台风 那个时候我们去抢修 一路上的时候 与大道都完全看不到路 那我们还是要赶快冲下去 在山区作业的时候 第一个是开车的危险 第二个是车到不了我们徒步的危险 就是会有一些蛇类 狗类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是只能用最传统爬竿的方式 当灾害发生 这些电力英雄总是坚守在第一线 好 我们今天关键危害缺氧 所以要怎样 11分钟 OK 那那个管制表跟试用器都有 那我们可以出门了 深夜11点 当多数人都已经躺平准备休息 好几辆大型工程车才刚出动 聚集在桃园这栋大楼地下室 他们是台电的工程人员 要帮故障的地下电缆太久换新 会出动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150米长的高压电缆 又粗又重 弟弟用不了机具 只能靠人力接力送进去 同时先把旧电缆拉上来 大多时候他们都是在没电的情况下工作 而地下室密不透风 不一会儿就热出满身大汗 好 用来继续 不但得要摸黑 动作还要快横转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修复 把供电的影响降到最低 最常抱怨就是 怎么又停电 有时候你停到后半夜的 有些民众他真的就会 会抓狂就受不了 有时候刚好在交通要道 甚至说在密集住宅区 那也会嫌你吵你挡到路 杨宇瑶在台电11年 爸爸也是台电人 而难能可贵的是 即使环境辛苦 又常面对民怨 他还是用平常心带领团队 有一句话说 岁月静好 就是有人负重前行 他其实做这个电力事业 其实也有点像服务业 穿过狭窄的人孔盖 泡在水深极药的地下水里头 维修空间最多只容得下 一到两人 这些地下英雄 除了要克服脏乱恶臭 更怕的是地下的有害气体 缺氧 没有氧气 还有一些蓝性气体监测器 然后持续送风 送外面的新鲜的空气进行 有时候你在工作的当下 你会很投入 我其实对这些小动物之类的东西 我不会怕 也不会怕脏 电缆大多埋在三米深的地底下 用户越多支线就越繁杂 光是要找出故障点都不容易 再加上很多地方因为陆瓶专案 人孔盖被埋到路面底下 抢修时不但得挖开马路 还要跟时间赛跑 申请路权去挖马路 这是第一个关卡 我把这些人孔都不太多挖开 就要耗费了很长的时间 电厂所发出来的电力 经由大型高压电塔的输电系统 传到便电所 再透过配电系统的电缆 送进民生用户 除了地下电缆 还有架空线路 也就是路边的电线杆 等一下做这个车温的方式 我们是坐升空工程车上去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乘坐升空车 确实穿好背部式安全带 戴好安全帽 赢赢 如果说地下电缆检修员 是不见天日的地下英雄 那么架空电线的检修员 就是克服恐惧的空中豪杰 31岁的郑强介加入团队四年 在专业监护下 升上了9到12米高空 他拿着红外线热领相仪进行日常检测 街头可能不凉了或是进水 或是防水不凉的时候 他会先从那里烧断 那我们就可以先用测温去预防 我不怕高 但是我一定要注意好安全 松鼠还有小鸟 那鸟巢堵在上面 有剪到铁线上去的话 就造成我们配电线路的跳脱 过去电缆都以架空线路为主 最常发生的就是动物碰触到裸露配电线路设备 造成短路 而虽照生活品质提升 国内从80年代开始 陆续进行电缆地下化 要还给城市干净的天际线 电线杆它裸露在外部 那很容易受风灾 或是一些天然灾害的影响 人口聪明地区 人来人往的 这对于市容的美观 还有安全性也会有所影响 所以这才会是促使在大城市 希望赶快加速它的地下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建制地下电缆需要挖缓来线 成本是架空系统的八倍 而目前全台地下化比例达到44.3% 临近国家日本只有6% 南韩也只有20.5% 相对于日韩来讲比较高的原因 是因为主要是政府的整体的规划策略 那当然日本的话 目前全国的情况来讲 大概在11%以下 那它也是集中在几座大城市 尤其像东京 全世界都一样 那个基本上都是以架空线供电为主 东京办奥运的时候 他们那个东京电力来 也来我们这里参访过 我们也带他去看 为什么你们台北市可以 百分之九十几是地下化的 地下电缆故障时较难抢修 付电时间也比较长 相较下架空线的修复比较快 缺点是容易受到风灾影响 通常会以郊区为主 而地下电缆主要则是建置在 电力需求比较大的渡汇区 怎么样让它的电网更润性 这是台电要做的 而不是一昧到处你说认为 就是把它地下化就好了 不论是地下电缆还是架空线路 都是电力传输到家户最重要的一里路 需要因地制宜 而不变的是检修人员的辛苦 所以主要都是还是台风 那个是我们去抢修 一路上的时候 与大道都完全看不到路 那我们还是要赶快冲下去 在山区作业的时候 第一个是开车的危险 第二个是车到不了 我们徒步的危险 就是会有一些蛇类 狗类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是只能用最传统爬竿的方式 当灾害发生 这些电力英雄总是坚守在第一线 而不能忽略的还有人力缺口 这个供电隐忧 以我们台湾七处来讲 我们你看我们十年退休的 那个低线的那个 似乎就一百多个人 造成我们人力断层很严重 我们也需要更一些电力的人才 可是因为国内产业的结构改变 过去我们念电力电机的人才 相当跑到科技业去的 这是我们面的另外一个挑战 这是你在关注停电议题的同时 背后看不到的地方 从架空间路到地下化 每一个维系台湾电力的环节 都是环环相扣 而台湾要面对的 不只是铺设电缆的环境挑战 更是如何在技术与民众的理解之间 找到平衡 对不对 权之炷 老体宣握 老体宣握